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络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我是Kao 我今天想要花比较长一点时间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独立技术移民 我发现我录了超过100个视频 今年非常多信息要分享给大家 结果我一直miss掉独立技术移民 也就是大家很常说的 一边留学一边可以移民的 基本上最早刚出台的概念 这个签证类别主要是专注在于 签证号189和独立技术的周担保190的部分 这两个部分的签证基本上就是说 他们想要吸引你个人独立 有一些技能的 技能可以包含是管理的 独立技术技术类别的 然后这个专家类别的 医生啊 IT 啊 一直到工程啊 还有一些技职比较技职层面的专业层面的 比如说木工啊厨师啊等等这些的 那当然这部分里面还有包含很多的 比如说又要有语言的程度啊年龄等等的工作经验加分等等的 今天啊我就花点时间跟大家把这个部分呢讲解介绍一下 当然细节有可能真的要谈的话是两三个钟头都不够的 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周他还有他不同的要求 所以搞得非常复杂 那很多人都问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从哪问起从哪里看起 所以基本上 如果对这个方向移民有兴趣的呢 欢迎你留言给我 然后我们来探讨 我先透过你的职业背景 生涯工作等等年龄 我们来看看怎么来协助你 OK那我们怎么起步呢 那我们先从这个189的独立技术的这个签证类别开始 那也是一样我的 我要教导大家部分就直接从移民局的直接网站里面来讲解好了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89签证 他所谓的就是说 他有两个stream的一个叫point test stream 另外一个是给纽西兰身份的人 那这个部分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方面 所以我们今天就focus在point test stream里面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跳到eligibility 就是说你要怎么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第一个 you must be invited OK 所以我们要先去申请帮你申请一个EOI EOI的中文是 呃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就把你自己的背景先把它填进去 就是免费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OK那当然你不能乱填写 因为乱填写到时候你真的被邀请了 那移民局可以说你是虚拟造假填写假资料 那你就完全进不了 澳洲所以要小心也不能乱填 所以这部分通常都还是挺转 请专业的人协助你会比较好 第二个部分是一定要有职业评估 所以呢呃 我在台北 我记得台北的时候很多的客户来 然后聊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就跟他说 首先OK 我们先不要聊太多你是什么背景 我们先帮你做职业评估 因为你的职业或你的技能类别 一定要达到澳洲的这个标准 也就是skill assessment 职业鉴定 才能进到这个系统 你没有做职业鉴定 你你把你的资料全部放在进去 是没有意义的 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了 我举个例好了 很多人在台湾如果是读教育的 OK 你读教育的东西不完全达到澳洲的教育体制的标准 所以可能要补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 比如说这个护士 很多人在这个台北护砖 过来的时候发现很多东西要重读 为什么 因为标准不一样 那再来了 我之前有录一个视频是讲关于这个法律系的 一模一样 台湾的法律跟这边不会适用的 不会适用的情况下 对不起 你就可能有部分要去补啊 或是重读等等的 那再还有就是 Health Practition Regulation 有些不同的职业会有不同的东西要求啦 这里面除了什么东西是 台湾跟澳洲是比较平行一样的 比如说IT的部分啦 科技科学工程类别的 因为这种东西是 全球的科学科技都是一样的东西 你不可能说你在台湾1加1等于2 然后在澳洲就变了 OK 这都不会变的东西 OK 所以这部分就是职业建议一定要做到 OK 然后Be this age 我们第三点 OK Be什么age呢 一定要在45岁以下 OK 一定要在45岁以下 你不能超过45岁以下 最后呢我们的最低标准 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进到那个分数的评分标里面 当然你如果想要独立自己拿到一个主要 其实Google上面查得到啦 但如果要的话你留言给我我也可以发一份给您 OK所以你的最低分一定要到65分 65分怎么算 从你的年龄 学习教育工作经验 语言程度 有没有在澳洲读过书等等的 或者有没有在陪你去读书 加分等等的 把它加上去 一定要至少到65分 才能进到这个系统里面 进到这个系统完了以后 你还要跟一样的人 那这个就是黑箱了 没有人知道了 OK 他们在做比较 举个例 你如果是律师毕业的 你拿到所有的证书了 OK 你拿65分 但是另外一个人Ben 他可能有工作经验再加5分 他是70分 那这个时候谁会先被邀请 70分的人会先被邀请 进到游戏里面至少65分 65分进去以后 再跟所有同等类别的工作类别的人 再去竞争 那还有人问问说 那如果我们都是同分 我比较早排队进到系统里面去的 他比较晚 那这个时候谁先被邀请 那当然就是先到的人先被邀请 OK 那当然这系统也特别就是说 如果你是先到你65分 但是有人比你晚到 但是对不起 他是80分 这个时候谁先被邀请 80分的人先被邀请 所以他可以跳的 分数越高 你被邀请的越快 OK 这整个系统的游戏规则 那你的语言程度 至少都要competent english 什么叫competent english 就是雅思至少要6分 4个6以上 低于4个6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系统里面 那后面就是在讲说你的你要过体检啊 你不能有犯罪记录等等等等等等 OK 那我们挑到另外一个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 190这部分就直接会跟我们 190基本上是州政府还会在担保你啦 所以你如果刚刚我们看好 这边不是说到65分吗 你如果达不到自己个人达到65分的话 你可以试着看看州政府能不能邀请你 那我们就要去看州政府的标准 还有他什么样的职业 他想要邀请每一个州完完全全不一样 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你要专心听 OK 那我们到190这部分 我们先就是看他的这个评分表啦 所以这边跟大家简简单的讲解一下 年龄的部分呢 18到25分给你25分 25到33岁之间给你30分 也就是说他希望就是说 毕业的人以后有技能以后 还有工作经验的人 他分数给你比较高 30到33到40岁25分 40到45分只有剩15分了 OK 那语言一样 我们刚刚讲过了 Competent English 0分哦 你只是进到这系统是0分的 Proficient English 雅思到7 四个7 OK 这样就有10分 那最后一个是Superior English 有20分 什么叫Superior English 雅思到8分 4个8 雅思总分几分 9分 4个8什么意思 你去考听力的时候 20题里面只能错一题 这叫Superior OK 我自己还没有真正自己去Tek Test 我可能之后有时间 我可能会想去自己来尝试一下 OK Skill Employment 我们要注意一点 他们说工作经验加分 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工作经验就是说 在你的职业岗位里面才能加分 OK 什么意思呢 你不能说你今天是 你是律师 然后你在外面洗盘子 然后工作 我洗碗洗了一年 这样可不加分 No 不能 你如果是律师 你就在做律师的工作 你如果是会计师 你就要做会计师的工作 那有些工作也很细分很细 你如果是会计师 你不能做 你如果只做记账 你不算会计师 OK 所以这里面还有分 非常非常细 当然这里面探讨不完啦 有问题的留言留言留言 OK 那这边你的工作经验怎么加分呢 如果是在海外 什么意思 Overseas 就是不在澳洲的 Outside Australia OK 你有工作经验三年 对不起加零分 有工作经验三 五年内里面有三年的 加五分 八年内有五年的工作经验加十分 然后总共有八年工作经验的加十五分 那你如果在澳洲境内的 你低于一年加零分 三年内有一年工作经验的五分 三年工作经验的十分 五年工作经验的十五分 如果八年工作经验的二十分 OK 那 接下来的部分就是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在这里面有分别 如果你是Doctorate 就是你PhD 你是博士生的话 加二十分 你如果是Bachelor 学士以上 十五分 如果是专科 十分 OK 那其他专科以下的 这也都是十分的部分 OK 那这边还有 Specialist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边来念一下 A Master's Degree by Research Or Doctoral Degree From Australi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For At Least Two Years 再加五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如果读的东西是以下这些的 然后一定是要研究类别的 你在硕士要研究类别的 不能是Course Work的 那基本上都是一些科学类别的 有关相关的这些科系 你就还可以再加五分 OK 那 接下来 Australian Study Requirements 你只要在澳洲读过书 At Least One Degree OK Or Diploma Trade 你就可以 你会再加五分 那Professional Year 什么是Professional Year 就是很多 这里面只有三种啦 在澳洲读过工程系 会计 或者是IT类别的 你毕业后你会有毕业工签 你在毕业工签的时候 你可以去申请一个叫Professional Year 的这一个课程 它会协助你去就业 你如果去读这个课程 基本上都是一年的时间 At Least Two Month OK 你还会再加五分 那接下来我们到Credential Community Language 就是大家所说的NATI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拿到澳洲的翻译证照 这也可以去读 也可以去考 好 还可以再加五分 OK 那下面这根是 Study in Regional Australia 如果你在澳洲 偏远地区 读书 我记得是要两年的时间吧 我看一下 你读一个degree 等等等等的 然后你要证明你住在那个地方 OK 你也是加五分 OK 然后Partner Skills 如果你的配偶 他也有透过职业鉴定 也有Skill Occupation 然后也有雅思四个六加五分 但这个部分 我们这个地方我暂停讲一下 为什么 因为 11月16号 就今年11月16号 他们有Purpose要Change 就是说 如果 Partner有雅思或加更多分 或是没有Partner 你还会加分 但这个部分 真正的法规还没有出台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告知你 OK 最后一个部分就Nomination 就是周提名 周提名会加五分 那 请问我们怎么拿到周提名 OK 周提名部分呢 我们就一个周一个周 但我今天没有把所有东西拉出来 我就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 但你对某个周 某一种职业 这个 亲友独钟 你再留言给我们 可以再慢慢聊 OK 你怎么拿到周端 我们先看一下 OK 我们先到昆士兰来看一下 那昆士兰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他有分好几种职业清单 那我们如果去走190的部分 他的邀请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职业 那他们有些是打叉叉 就是不邀请 有些打勾勾 然后有些会特别要求 比如说你是Human Resources HR Manager的部分 你要走190 你要达到这个昆士兰政府 还有能邀请你 你至少你要70分 就刚刚我们算的那个 这个Points里面 至少要到70分 OK 那我们再看 如果是ICT Project Manager 你至少也要70分 ICT Manager等等的 Music Director 不用65分就好了 OK 所以他这个东西是一直变的 OK Lenscape Articles也可以190 OK 所以你要达到至少65分 他们在邀请你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很多的清单 那你会看到IT的部分 它都要到70分的地方 好 那我们可以再往下看 这个是昆士兰政府 它本身是 你如果在昆士兰读 这个博士 毕业的话 OK 那只要你不是以下的类别 OK 应该是吧 At least two years of your occupation You should not list it You should not list it You should not be relevant Please know the following occupation has been removed No longer OK 所以你只要你的博士论文 然后毕业出来拿到博士 不是以上的这些 这些就是IT Marketing Specialist Finance Accountant Civil Engineer Electrical Mechanical Engineer 等等 只要不是这些的 其他类别 然后你在昆士兰 拿到博士生的话 他就可以邀请你 OK 那这是昆士兰的部分 OK 那我们再继续往前看 那 这个新南威尔士呢 把他放大一点 非常复杂 我直接挑他的 也是直接清单 他没有像 他你会注意 每个州都不一样 新州呢 没有像 昆州 给好几个不同的清单 昆州就一个清单 然后他就跟你讲说 我就只认这些 这些是我要的人 OK 那 一样他里面会自动 他也会自己去评比 大家会抢 看谁分数会比较多 那你看你是哪个类别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昆州好像对 这个NURSE 需求量比较大 好 等等的 还有一些 然后他这边给很多这种 工人类别 很多 他也会 Glassian 大家知道Glassian是什么 切玻璃 你知道吗 那当然 谁会去读这个东西 通常这种类别的 工人类别的 去申请的都是 欧洲 英美国家 来的人会比较多 你看还有这个Brick Layer Brick Layer你去哪里读啊 这个还是个问题 OK 那这个是新州的部分 那我们到南澳来看的话 南澳现在基本上 给 他也是就有两个清单嘛 那你会发现南澳 基本上给 190的这个部分呢 不是太多 因为他希望 190有什么问题 190和1894 你拿到这个PR以后呢 你基本上是 你不一定要呆在那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 要锁你锁在那个地方 因为拿到PR 你相对在澳洲宪法里面 你是有澳洲公民的自由 你有freedom of movement 你要住到那里去 移动到那里去都没有问题 那所以你会看到这些 偏远地区的这个政府呢 对于 190的发放较少 我觉得 最近这一年看了 我都没有看到有 这个打开过 你看里面全部都是 像你这个就有啦 这个就是像190的 其他类别你会看前面 前面一大堆他写489 冠上489 489 only 就是你基本上你要过去那边 至少要长住 两年 然后在那边工作等等的 好 这个是 南澳的部分 你看基本上都是 要要489 他不让你 190 直接给190的不多 medical technicians 直接给190 可是你是medical technician的人 也没有那么多这种人啦 那基本上其他都是489 希望你就待在那里 像motor mechanic 修车子的 你一定要给我待在那边 他基本上是 是这样子的情况 OK 那我们再跳到塔斯 塔斯现在很夯 那我觉得去的人有点太多了 我们再跳下去 eligibility 来看一下他的requirements OK 那他 190的部分呢 所以他分好几个category 所以你会看非常复杂 OK 如果你在塔斯毕业 你至少读两年以上的 那你 你能够 申请到190的部分也是可以 那他这边有他们自己要的 criteria 你一定要在major group 3里面 OK minimum 3 所以你基本上在那边读两年 然后你就可以申请 那大家就是排啦 就一直卡 所以他这边讲说你 Tertiary Institution prior 31st of July 2017 considered for this category must meet the criteria OK 所以他有分别 他有分出来这些东西 那他还有Category 2 就是你已经在 塔斯曼尼亚已经在工作的 所以你至少要有6个月以上 然后 要有offer吧 你至少在那边 还要再继续工作12个月 OK 那还有Category 3 这open get overseas的人 OK 所以他只有这三种 那不像那个489之前 我介绍蛮多489 他可以开放的比较多 OK 那我今天我觉得很快的 我再跟大家再这个review一下 summarize一下 就是总结一下 但我刚刚看了很多周根 大家听完脑都昏掉 所以基本上很简单 这整个系统叫Skill Select Skill Select的系统里面就是 评分数 最低分 要进去这个游戏规则 65分 OK 进到里面再互相的评比 能到进到这个系统里面 年龄至少要45岁以下 雅思要4个6以上 OK 然后要有职业评估 那至于你怎么去凑到那些分数 我们就要回去看 刚刚我们看的这个评分表 一定要在里面抽到65分以上才能进去 进去以后 如果分数还不够 或是哪个周 你觉得特别对你的职业是 比较有这个力的 你就要一个周一个周进去这样看 所以非常复杂 所以有时候做我们这一行 每次这个 哪里有新闻一蹦出来 哇 但习惯啦 我们做这行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呢 我也是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个视频可以分享给大家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太复杂 那当然我们是case by case 任何问题可以留言给我们 OK 那今天的介绍基本上就到这个地方 那您如果对我们的这个频道 喜好 记得帮我们到我们的脸书 按赞 然后在YouTube里面 按上订阅 那还有就是旁边一个小铃铛 如果你希望能够及时收到我们的新闻和消息 把铃铛给打开来 所以我们一有消息出来 或一有视频出来 你马上就会收到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个地方 拜拜